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临康正 欢迎大家来到《啤梨漫步》 来到《啤梨漫步》 不懂得搞这些禁销 不如终于搞就搞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临康正在马来西亚 昨天星期二那集大家看到 就是生果哥的《梦中情人》影月 这些人是否收购 不知道 但是生果哥和影月已经开始有些C-chats 是吗? 咦? 是的 我会提醒影月要小心一点 近水流台 真的不是那么好 生果哥有加失 是吗? 我没有,我是Single的 不要搞你 影月召我 你知道什么影月吗? 做这个什么? 迷离世界 因为她的样子和生果哥的旧女友有8分 咦? 这样的借口都想得出 真的 后来有 生果哥传过他旧女友的照片给影月看 即是似的 也传过影月的照片给生果哥自己的旧女友看 连那些女孩都说 是吗? 不过两个人都说 他比较漂亮 初时 但是一两天后就说 其实都是我比较漂亮 哈哈 就是这样 女人是这样的 女人是这样的 第一句开始的时候就说 他比较漂亮 对 然后说 都是我比较漂亮 我又胖 都是这样 今天我们找到了 我本台 明天我们有另一个偶像 我认为我必然第一时间听他的节目 OK?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 他造型这么突出 肯定不认识我 大哥 你给你面子而已 不是 我觉得这样 开始呢 我想这里现在在看直播的观众 或是同样的观众 你说全部都认识你 我就说我是拆谈说谎 但是有很大部分都会认识你的 我相信 因为我经常在节目中提起你 还有其实开始你的节目 虽然我又不是什么台长的台舞 但是我都常常很关心我的台 我看一些新节目 重温可能是一百几十 我就很认识你不认识 有些节目我就明白 我就不出声 因为为什么呢 我心想 你这么不认识你做底 都不认识一百几十 但做节目呢 有时候不是很没听的 或者内容是怎样的 我不是教人 我绝对没有立刻教人 但是有没有新做呢 其实是听得到的 是? 这么厉害? 当然了 你丢着做 我丢着做 你也听到好些 有个人丢着做 你真的听到 你都知道的 就算我丢着做一集 其实听众也知道 是吗? 是,当然知道 当然最有趣的事就是 你做这么久的节目 你无论有心意做一集 反正一定好 起码在我的情况来说 你乱的做 你都不忍耐 找法识性 因为你很喜欢 因为现在社会其实是神经了 好了 但是看着这个《金曲妙韵岁月情》 只是名字都叫了 哈哈哈哈 配合我的造型 《金曲妙韵岁月情》 你不说了 我还以为我走过那些什么 《游麻地》不知道是什么酒楼 哦 是啊 李隆基 是啊 你说得正确 是啊 你说得正确 10月6日《金曲妙韵岁月情》 大家一起在皇宫酒楼见 7点钟 百五元张票 五二八八 黑妹 但是特别嘉宾是黑妹 我以为《金曲妙韵岁月情》 接着看着 我听完的节目 每一段节目都行 其实呢 在那儿拆下你鞋子 我以前也有做《南皮书》 但是跟着我太太要做《比利晚母》 我就没有做《南皮书》 但是因为这个节目 我们有份创作出来的话 我当然会关心 我是每一集都有听的 直至上个星期 暂时第一季就完成了 虽然第一季很长 做了一年 是的 神仙 是的 但是呢 你那一集我又听 听完后第二天 你又可以问奥远 我问奥远 我说 昨天那条男生就是你 我说 喂 我说 这个是宝藏来的 我说 你想一想 他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 找到他来帮我们 我是真心这样说的 我听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真的觉得 OK 你有些论点和我很接近 大部分的 但有些是我不同意 但我是蠢人来的 我们不同意就不同意 直接是unfriend 不同意 不用杀人放火 但现在你年轻人就杀人放火 杀你老爸你老母 他不用你和他不同的观点 只要你身边的那个 就是你的friend 和我不同的观点 你不能做friend 我unfriend和你 如果你是女人 我不怪你的 因为女人是很小器的 你知道 女人的龟宗物友 他混你吗 我不和他什么 就是那些 你知道吧 我们的年代都有 但男人做到这么小器 就很狠 很不够 不过这么说 你别说 因为我其实大开大盒的人 常常说女人小器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不理你这些女人 有一次 我又有一个族友 最美的其中一个族友 Winnie 他跟我说 李哥 他说你这么大的男人不知道 其实这些有什么大不了 那时候我说了 乙东先生 他说我们女人 过得这样的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他自己都这么说 就是他承认那一小器 其实我们在写的时候 看到有一次 你生你一些东西 或者两姐妹 不是抢老公的那么紧张 可能是一些很弱的东西 对啊 有一次你买一件衣服 不是那个人是这样 是很漂亮的 那个女人应该 你老婆的心意是这样的 很厉害吗 你用衣服的 对啊 女人的妒忌心 对啊 妒忌心 还有我有一个例子 亲实个案 就是我亲人 在我亲身 就是什么呢 那时候是占领的 是 在旺角 有个女人就在我面书里说 哎呀 你们说占领的人 就是占领很浪费 弄了那些标语 你明白吗 就是不环保 我说大哥 不环保得过特区政府 是吧 你看整条什么 什么 什么港珠澳大型 是大鞋 是不是倒了水下海 是不是 好了 他就立刻生气了我 不要紧 他生气了我 连他的朋友 都是女性朋友 都不理我 我心想不是吧 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烦 女人 是这么烦 是麻糕烦的 哈哈 好了 我们继续 接着呢 我是看着 是 我们问深谷的 我们的药台 是 我们又不是强制台 不是啊 千万不要这么说 喂 我刚才跟他说 现在你这个电台 就是这个香港 就是全球华人最厉害的了 最多节目 不是 最多节目 最多节目 大哥你数给我看 哪个节目 哪个节目 就是说一说 你走出去 更多人认得 哈哈哈 是啊 警察经常问我 我身份证看 干啥 想老奴吗 但是我想说 你跟着我看着 你有 一百二十二三百万 一千 是一千多二千 二三千 这一千 你不要小看自己 我不要 我不敢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还有很多途径 是不经我们的YouTuber 去看到的 我做一些非法途径 其一 其二 其实是按比例的 因为呢 现在的网台就再不同 几年前 我想你也听过 比如香港人网 萧苑的时候 是一桶桶湖的 去一个网台 就等于全港的网台 百分之九十六七 其他网台就分过 百分之九十三四个多cent 但是现在其实太多 除了网台与网台之间竞争之外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媒体 YouTuber YouTuber 甚至乎我可以上网看 Livis 很多东西 ITV 是很多东西竞争的 你说能够 有一个星期慢慢慢慢 有千多人 不是容易的事 当然我更加希望 今天我们的节目 不是说很多人听 但是如果 大家 真的我这样拆鞋 拆到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 A.S.A.A.L. 林肯正小一点 但是他都觉得OK 我想大家会很喜欢听的 而且有一次 我又跟你说 我和我儿子在日本 是 那我呢 就按着手机在播 你做节目 是 其實我和你沒有交過年紀 但是有些歌我相信也不可能是你出生之後出的 當然你現在很容易找到 但是不是如此如數加深 我兒子和我在酒店房間等到我去洗澡 然後我兒子突然說一句 他說我沒有帶咪嗎? 我做了這麼久沒有帶咪才說 因為我的聲音是足夠的 我想繼續了 我剛才沒有帶咪,大家可以大聲聽 覺得我不夠聲的話 我一會兒說,爸爸這個是誰? 他說這個人那麼厲害 什麼樣子都知道 因為你當時不知道是鄭君綿還是什麼 甚至乎不是鄭君綿 是你說的那個填詞很厲害的那個人 五十年代我現在說不出名字 周聰 周聰 我們是月宇蘭谷之父 月宇蘭谷之父 你問我,我不聽他的節目 我一定會說 不是許冠傑 其實是顧家輝 不是顧家輝 黃沾 是這幾條人 沒錯 原來是月宇蘭谷之父 周聰 那是不是做起周聰 又不是 不是 又不是 這些你真的要聽一下 你起碼要七十歲以上的人 那你不是七十歲以上的 我肯定不是 不是 而且你會發覺 譬如我們現在又不喜歡鬧鬆 又不喜歡什麼 我們很多不喜歡的 但是原來那時候下來香港 去建立一些廣東歌文化的音樂人 未必是甜詞 可能是作曲的 很多原來也是 可能是上海天津 始終是聲平之地 沒錯 那這些東西 其實呢 聽金曲《妙韻歲月情》 有什麼資料去掃歌 是啊 不是 跟這個節目有關 當然 譬如你小時候 就算現在說語蘭曲 即現在說70至90年的語蘭曲 我們聽的時候 我們都很小 其實譬如那些歌詞 當然是知道是好的 我記得我很小時候 因為我喜歡文學 自己也看很多書 那你也知道 那些詞曲曲得很漂亮 譬如黃沾 譬如當時很多 《伊甸屠龍記》 那些詞曲 那些詞曲 那你就會知道是好的 但是多好呢 你當時十多歲 年輕人 或者十多歲 二十多歲 你都不知道 到現在這個年紀 你才懂得 哇 原來真的好成這樣 是啊 還有有對比 第一有對比 第二我們有的人生經驗 是的 有的人生經驗 那你 很多東西就是 近來 尤其是因為我做這個節目 也找回很多資料 譬如那些歌 我那時候知道的 但是原來 那些歌背後有一個典故 可能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現在當然因為有網上的 有些資料可以找到 有時候也不是資料 有時候是我這麼多年做人 譬如我一向都對音樂 電影有興趣 可能有些是我自己平時看書 或者聽的東西 記憶之中拿回來 也有 當然 也有很多 譬如是YouTube 現在有YouTube 你明白嗎 找回很多不同的版本 譬如我 有時候播一個版本 我記得 Every Breath You Take The Police 我真的聽了 我想起碼沒有80 也有70 就是它的版本 那些歌曲真的有很多版本 沒錯 因為你有Live的版本 我想選一個Live的版本 你選一個Live 但你要適合在我節目裡面播 太長也不好 太短也不好 是吧 怎樣去 譬如只有鋼琴或者結他也不好 但有些是現場錄音的 但現場錄音的聲效也不太好 是吧 很多也是左撲右撲撲 左撲右 即你是抄我我抄你的 原來其實都是來自那個 沒有Copy的 即是其中一個版本 你要聽很多的版本 你再選一個 你想想我每個星期 選九首歌 做一個本中的節目 沒錯 就是選九首歌 其實表論看很容易 其實我是花了很多時間 每首歌 這件事你不需要說 我們是絕對明白的 你真的突然講到這件事出來 很多朋友就說 嘩你你日發 每天做兩個小時的節目 又說開車 首先第一 我不是靠這個主要收入 都很主要 但是自己當然要儲存一些谷中 還有現在 我坎坷的時候 你不知道只是跑山的時候 因為林匡正是明的 其實如果我們要做節目 我看報章 我不是講深入分析 我不是亨利 這個世界我最認識的人 就是亨利 他竟然可以聽到《風波女的茶》 給他來討論他 你這麼有空 那裡很厲害 還有《八五二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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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不算看文章 這麼多時間 但是我們剛剛的 我告訴你 就算我們做《啤梨晚報》 這麼輕鬆的時事節目 你只是要過濾 其實不是說什麼 有八百段新聞的人 國際時事 中國 我選十段出來說 我只在八百段選十段 你已經是用你一個上週 好了 到你說 你還要你每晚 我一個禮拜才一次 然後說播歌也是 譬如我按《風雨同路》 87隻《風雨同路》 沒錯 我通常第一時間 skip了那些 沒有《徐小鳳》的MV 我應該不播 但那裡可能有好東西 我沒辦法 我不播 然後找《徐小鳳》 可能是無端端 其實你打算是一兩個字 搞了七四五十分鐘 一個小時 就是找一個正確的版本 沒錯 你說得對 就是找一個 已經找了你 你不需要聽了 只是過濾 小選 搞了你九個字 你還要 如果好像我說 例如《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還要每次按來聽 其實很簡單 不是《Police》的版本 你已經不選了 沒錯 我只選《Police》的版本 他也有很多 好 選完了 那我有三個出來 我還要重複聽三個 誰是最棒 我給我的觀眾聽 你明白嗎 你想想 就是這樣 Jordan的節目 《金曲妙韻歲月情》 當然不是跟你這樣懷舊一下 說有懷舊元素 就播一下歌 其實都是天南地 不無所不談的 譬如有些批判性的詩 語言 對時局的看法 有很多東西我認同 其實 譬如我們從小到大 有很多道理 我經常都這樣說 我小時候已經覺得是這樣的 是我們一早知道的 可能我們要學的道理 可能六七歲就學了 不過 縱然你學到也好 譬如我小時候讀書 你以為我不知道 書中至有黃金 我要給什麼讀書好嗎 其實那時候我知道 但那時候你做的事情 就是打架 就是打架 扣女 踢球 你就是偏偏不讀書 譬如 你出來打架女 你一打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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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是內心深處 知道的 如果我不是打架女 你就全心投入我愛你 打架 你自己都勒著勒著 因為你知道這個女生 當你是打架女 你是知道的 很多人勸你的 不過 即是麻木 其實你也不可以說麻木 你是明知結果 這是最希烈悉極悲劇 是明知結果 是希烈悲劇 但是我還是要中進去 因為要不然 假若萬一 很簡單 就是打架女 她來講 我弟弟 他家鄉兵 又我要上大學 我弟弟 他不拿你多 拿你多你沒有 你可不可以遮我一頂錢 多少 一彎卡可以 你打架女 你打架女 沒有那麼麻煩 你打架 你打架 不給他 假若他弟弟真的有事 或者就算他沒事也好 我以前也很愛他 很愛他 但是給他 其實你內心 你還不夠硬我 說真的 但是當時 我告訴你 十個有十個 最後都是給他 你沒辦法 你外表那麼英偉 沒關係 英偉就不用 不是被人摸一萬 是拿女兒一萬 對嗎 大陸的女兒 跟香港一樣 有個習慣 就是養狼狗 就是這樣拗春袋 就不知道 就是養狼狗 有的 所以我覺得 我剛才說的一件最好的 就是譬如 有些歌詞 以前我們一輩子都知道是好 除了文學 能力之外 其實就是我們人生的月曆 有一些很簡單的歌 我現在聽到 簡單到這樣的歌 我小學中學就懂得唱 我無管動的 譬如有一首我今天不會播 譬如我現在隨後說 朋友記得那天共你初初見面 相對無言 是 沒錯 談到你的理想 兵足他招兵 立即無管動 想起自己和同學 一起怎麼出來 眨眼眼來 我畢業 說畢業是三十多年 是 沒錯 喂 共你相對無言 喂 人生走過 好像我跟你一樣 走過一半以後 有很多事情後悔 都後悔不回來 是 那你就想想 當時你看看那個歌詞 我忘記誰寫 可能鄧偉雄 我不知道 盧國尖 他們是三十多四十歲 在當時的人 竟然這麼動色細情 你想想現在三十歲的人 對 或者金融去創作 書劍恩仇錄 其實四十歲不到 喂 你怎麼可以 其實 有時候我都覺得 一代不如一代 我不要說一代不如一代 是科技我們不斷向前 但是人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進步過 甚至乎有些退步 即是怎麼說呢 這樣說 每一代人 其實一定是 其實我們的父母 又說我們的中共差了 這是事實的 這是事實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現在給上一代人 譬如現在黃占 金融他們 為什麼他們的文章 或者他們的動色細情 會這麼好 因為他們的社會環境 跟我們不同 完全不同 他們經歷過 譬如金融 走過爛 打過仗 你見過滿街死屍 就算六七暴動 你經歷過六七暴動的人 我們真的沒有經歷過六七暴動 是不是 我們經歷過六四 那就是有 所以我們說大陸人這麼冷漠 顧著賺錢 但是如果你真是身處其中經歷過 可能你自己也是 你滿星發大財賺錢 你這麼差 就是一樣的 沒錯 沒錯 所以變成他們那一代人 他人生的月曆 他寫東西 他人生的層次就不同了 我們那一代人 其實很幸運 譬如七八十年代 社會已經開始起飛 有些錢 是不是 叫做買名牌波鞋的年代 是不是 那你那個肯定是 當然 一代的不同 是什麼呢 我們又學多了東西 譬如我們父母那一代 他們沒有電視的 到我們就有電視看了 是不是 那就變成了接觸多了影像的東西 到我們現在的後一代 他們又沒有 24小時電腦 沒錯 上網 好像我說的 現在你有了YouTube 很多東西可以再看 或者現在很簡單Google 我們以前的年代 你如果想記起一首歌詞 糟糕了 你想找那首歌詞 譬如英文歌詞 你懂兩句 你真的不知道那首 聽不到 聽不明白 或者有一首歌詞 糟糕了 有一首詩 你記得一句 那首歌詞 叫什麼名字 你根本沒有 現在不是 你打兩個字 那首歌詞 整首歌詞都出來了 是不是 所以是不同的 事多是不同的 不過就是這樣說 overdote 一點點 理論上 現在應該有些人厲害了 在文學那樣東西 但事實歲又不是 不是香港 你在美國 在日本 在文字上 全部人都是差的 在文字上 是的 我最appreciate 就是我們成長的年代 林康正是特別的 他這麼小 但他中文 他不是很好 但都OK 他出過這麼多本書 是的 我們最幸福的就是 我不知道 我們很多朋友 可能讀好小書 比我們更少 可能是小學畢業 但是我那一代人 我不說我父母那一代 那個基礎 中文 是比現在很多人好 因為我們小時候 就是聽過那些歌 看報紙 就是看那些 三四十年代 湧下來香港的讀書人士 即使那些是多老八股 多多文章都好 你看得多的 你不懂得學 都說幾句 沒錯 即是唐詩三百首 你不懂 也不懂 因為我們長大的年代 是那時候的副刊 那些報紙的副刊 是最精彩的 後來你們那些副刊 還有 後來我和毓民 那些老報人聊天 原來 很多 你以為寫鹹濕的那些 當然是不行 原來是高手 原來是 那些是壽彩 他可能是一個人 這頭寫完老鹹 那頭寫文法經 根據論證 一條寫八個欄 是呀 是呀 用不同的筆名 絕對是 我們是一天天看的 就以如目掩 那你就吸收了 所以變成我們這一輩人 先不要說寫文章 起碼口舌便吸 因為就想 有時 寫字等於你的口才 想到你就能說到 現在那些人很慘 你不覺得現在那些兒子 真的不懂得說話 是的 現在這個是科技 現在外國都有這個問題 一樣有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說 用了智能電話之後 因為你不需要思考 你所有的語句是短語 短到現在不是 現在打個 emoji 打個emoji 你現在練了目 因為你思考 你是要詞彙的 你那個其實 一直都說 維根斯坦說 即是說 你那個詞彙 維根斯坦也都出來了 你的詞彙 是反映了你的思考的深度 對 對 你離去都是屌你老母 這個詞的時候 你沒有了其他東西 你便沒有了寬度 所以就像你們聽給你漫步 看以前二代合傳 我們絕對不會 枕屌你老母 我們起碼有深度 有闊度 沒錯 你倆的藍醜彙 起碼都這樣 沒錯 你倆的藍醜彙 好嗎 我休息了 OK